第四集 代号平凡以后 分了房子结了婚 结束了流浪汉生活 人事关系调到了中国电影家协会 故而他到我家的次数越来越少 母亲虽然惦念 但心里是高兴的 1983年的冬天 一个大清早 代号突然不请自来 几句寒暄之后 母亲问 你今天大老远的跑来 该是有什么事吧 代号笑笑 老脸上竟泛出羞涩 却不开口 你婚也结了 和苏曼毅过得还好吧 啊 还好 只是从前流浪惯了 现在被看管起来 还真不习惯了 那你还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啊 李大姐 有件事 在办理之前 我必须求得你的谅解 代号说这话的时候 神情有些局促 什么事啊 母亲不由的也跟着紧张起来 入党 共产党 哎呀 我的李大姐 当然是入共产党了 如果是加入周颖的国民党 或者你的那个农工党 我还需要求得什么谅解呢 我忍不住大笑 说 哎呀 大叔 你把头发向左分了二十三载 才让人家识得忠心在啊 樊佑前 代号头发是向右分分 自从化成右派的第二天起 头发就向左分 本是一句玩笑话 不想惹得他脸红到脖杆 母亲不再说什么了 一个劲儿地转悠 不停地地烟送水 我又接着说 大叔啊 你知道现在群众私下里 对入党的人说些什么吗 说什么 说啊 某人入党了 咱们群众队伍 又纯洁多了 代号从沙发上站起来 让母亲和我坐下后 郑重其事地说 不是我主动要入的 夏爷跟我谈了好几次 他有个心思 希望二流堂的人 都能解决组织问题 那也包括吴祖光 我问道 也包括 代号点点头 不可思议啊 我还想往下说 母亲用眼神制止了我 代号吃了不少茶点后说 李大姐 我吃点心 把它当做午饭了 因为这事啊 我还要告诉老聂 他去了 母亲揣测 聂盖弩 不会说出什么好听的 果然 聂盖弩在弄清了 代号的来意后 激动异常 高声说 这个党 你想进去 我正想出来呢 当年 我要是知道 共产党是今天这个样子 我绝不会参加的 它简直比国民党还糟糕 五十年来 共产党一直以改造世界 为己任 其实最需要改造的 恰恰就是共产党自己 因为所有的错事 坏事 肮脏事 都是它以革命的名义 和正确的姿态做出来的 可怜中国的小老百姓啊 我不是悲观 而是失望 时至今日 我还没有看到共产党内部 出现能够承担改造自身的力量 现在提出的任务是现代化 其实 外面是现代化 里面是封建的 专制体制 没有变化 上层是现代的 下层是古代的 老百姓 还是锄头老牛 这些 如果不加以彻底改变 这个共产党 只能推倒重来 也许啊 还不用别人推倒 一党专权 官僚体制 山头宗派 思想前置 享乐腐败 急功近利 浩大喜功 裙带关系 虚报浮夸等等 这些东西架在一起 搞来搞去 自己就倒了 闹来闹去 闹到亡国为止 戴浩一再向他解释 说自己心里全明白 聂盖弩却说 在我们这个国度 政治 即使不是唯一的存在 也是最大的现实 浩子 你可真是个现实主义者啊 戴浩曾对我说 个性 是老聂的文风 尸骨 也是他的力量 但我觉得 聂盖弩的火器 不单属于个性问题 他能恪守良知 清醒地保持着一个知识分子 社会文化批判的坚韧和敏锐 使思想摆脱外力的操作 回到了自身的轨道 并开始了自由的吟唱 这正体现出聂盖弩的见解 有着穿越时间和征服人心的力量 而那些眼下看来 极具现实意义的人和事 将很快消失在没有意义的背景里 自聂盖弩出狱后 每逢他的生日 母亲和陈凤夕 朱敬芳 都要去做寿 来客带去许多吃的 大家高高兴兴 边吃边聊 一待就是大半日 这一天的聂盖弩 也梳理得清清爽爽 穿得干干净净 脸上洋育着浅浅的笑容 如果我的姐夫没有来的话 他就要宣布 今天你们吃不到好鱼了 随后赶紧补充一句 但我有好酒 请老大姐喝 除了这几位老大姐 钟静文夫妇 陈尔东夫妇和戴昊 也是必来的 没几年 母亲便渐渐感觉到 周颖不大愿意老大姐们 去看望聂盖弩和祝寿了 一次 南方朋友带来上等的活螃蟹 母亲连忙给周颖打电话 兴奋地说 明天我去你家 给盖弩送去 最好最肥的活螃蟹 那边传来的话是 啊 我们老孽不爱吃 连句道谢的客气话也没有 母亲被噎得半晌说不出话 坐在沙发上直发愣 她当即决定 第二天 请陈凤夕 朱镜芳来家聚会 一起吃螃蟹 住在三里屯的陈凤夕 早早地来了 两人坐定 母亲便把昨天电话遭噎的事 告诉了她 并说 我怎么觉得 周颖的思想意识不大健康呢 好像很不愿意 我们同干奴往来 陈凤夕一把抓住母亲的手说 李大姐啊 一搂螃蟹 让你察觉到了周颖的变化 我可是早领教了 我去看干奴啊 他脸色就不好 老孽叫我去 他气色也不好 真是奇怪的不可理喻啊 所以呢 我现在也是尽量少去 老孽找我下棋 我顺便做些汤菜带去 看他吃得那么香 心里真难过啊 这一年 临近聂干奴生日 周颖打来电话说 李大姐啊 最近呢 我们老聂的身体不大好 生日就不过了 你们也就不必来了 后来 陈凤夕约了另外几个老大姐 准备一起去看看聂干奴 也被周颖借骨推掉 一向温良忍让的母亲 愤愤地说 受苦的日子过去了 我们也没有什么使用价值 周颖大概觉得 我们配不上与大作家往来了 母亲是个有决断的人 她不再去聂家 后来 母亲索性与周颖也断了联系 过了一段时间 周颖突然打来电话说 我们老聂啊 很想念李大姐 母亲把电话给了我说 问周颖有什么事 告诉你就行了 没过多久 周颖亲自登门 双手握拳做作衣状 说 哎呀 李大姐 我是特地向你道歉来了 老聂对我大发脾气 质问我 那几个大姐怎么都不来了 是你搞的鬼 不让他们来的吧 你不要这些朋友 我要这些朋友 你马上给我到永安里 去向李大姐道歉 说我对不住她 再拿出些钱来 请李大姐 凤夕 老猪和小鱼吃饭 算我请的 要找最好的西餐馆 发怒的涅盖弩 着实吓坏了周颖 便直奔我家 母亲答应她 去吃西餐 一周后 我们聚会在 西单民族饭店的西餐厅 周颖站在大门口 亲自迎接客人 点菜的时候 气质高贵的陈凤夕 接过菜单 专找好的挑 她偷偷对母亲说 菜点得再贵 钱也花不完 要花少了 周颖回去一说 肯定还要挨骂 席间佳肴飘香 做客笑语哗然 愉快的老大姐们 个个兴奋 每个人都喝了酒 那是北京的十月 树上还没有一片落叶 些微的黄色 点缀在夏季的老绿之中 它预示着秋日的来临 阳光何须 凉云掠地 这是京城一年中最好的日子 母亲的脸红红的 和陈凤夕手挽手出了大堂 她俩让周颖带话给聂盖弩说 我们吃得很舒服 很满意 1982年夏立除夕 是聂盖弩须碎八十 俗话说 做酒不做食 我和母亲 由于先要到崇文门星桥饭店 拿上预先定制好的大蛋糕 所以赶到聂家的时候 已有不少客人到了 母亲走到聂盖弩的房间 发现有个生面孔坐在那里 母亲朝生面孔点个头 便对聂盖弩说 我和小鱼 祝你生日快乐 说吧 转身来到周颖的房间 坐下 房间的一角 已经堆着许多蛋糕 我敲声问母亲 那个人是谁啊 母亲白了我一眼 没好气的说 书吴 书吴就是他呀 天哪 从五十年代初 我的父亲赡养他的 亲旧以来的数十载 这个名字 我可是听二老念叨了千百遍 只怪自己刚才没瞧清楚 我真想再进去看看 随即聂盖弩跟了进来 对母亲说 李大姐 你先在这里休息 我等一下就过来 谁知不到一刻钟的功夫 成尔东夫妇 钟静文夫妇就挪了过来 再加上个老顽童带号 我们这间小屋挤得热气腾腾 后来 书吴走了 我欢呼着跑到了 聂盖弩的房间大叫 给聂拜拜 拜寿了 母亲拉着周颖的手 让她挨着聂盖弩坐好 对我说 给老寿性拜寿 也要给老寿婆拜寿呀 聚会持续到下午三点来中 大家陆续散去 母亲和我是最后离去的客人 1983年夏立除夕 是聂盖弩的八十岁生日 正日子 周颖事先说了 去年大家做过了八十寿 今年不做了 生日的清晨 聂盖弩早饭吃吧 没有像以往那样朝床上一躺 他对周颖说 你把写字台给我收拾出来 又让他找出宣旨 你要写什么呀 周颖问 写诗 送给谁呀 虚度八十 来日无多 我今天呢 要给三个大姐 各抄一首诗 留作纪念 紫月学而实习之 至今七十几年诗 南洋群岛播翻笔 北大荒原 血压诗 游是太宫垂吊日 早飞亚子 献章时 平生自省 无他短 短在雍凡 老解之 这首诗 这首诗原是题为八十三首中的头篇 涅干弩将原作中的尾句 短在雍凡老使之 改为短在雍凡老解之 即为赠诗 首记装在牛皮纸大信封里 由陈凡熙送来的 他对母亲说 我和老朱 也有同样的一篇 诗写得既凝重 又清淡 就像他的一生 凝重如此 清淡如此 母亲看了又看 读了又读 对我说 去配个镜框来 我要挂在自己的房间 直到母亲永远合上双眼 八十赠礼大姐 仍高悬于壁 此后的两三年时间里 周颖也多次打来电话 不过均与涅盖弩无关 试请母亲疏通医院关系 给她的朋友看病 母亲说 周大姐 对不住 现在的医院呢 我一个人都不认识了 在此期间 周颖把家搬到了 静松一区 一百一十一号楼 一九八六年 聂盖弩病逝 母亲是从光明日报上 得知这个消息的 她在等 等周颖寄来复告 和参加追悼会的通知 一天 我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上班 实际中午 看见了刚进门的老院长 张庚先生 司机告诉我 他刚参加完追悼会 情绪不好 我心内一惊 问 谁的追悼会啊 答 啊 一个叫聂盖弩的人 回家后 吃罢午饭 我把这个消息 告诉给母亲 母亲的眼圈 立刻红了 第二天下午 沉默一日的母亲 像是自语 又像在对我说 聂盖弩去了 我和周颖的关系 到此结束 但母亲对聂盖弩的死 仍难释怀 她问陈凤夕 陈凤夕说 自己什么也不知道 再问朱镜芳 朱镜芳说 老聂死的时候啊 有如平时 靠我在床头看书 口述 所以啊 遗体弯得像一张弓 怎么也弄不平了 私人寂寞 悠然趣意 后来 在陈凤夕家里的写字台上 我看到聂盖弩的家乡 金山县 编辑出版的一本 聂盖弩还活着的纪念集 书很厚实 约有三十多万字 又听说 金山县府将一所中学 命名为盖弩中学 将一条新修的马路 命名为盖弩大道 再又听说 当地一家轻工机械公司 买断了马路冠名权 干弩大道 改叫轻鸡大道 以后 母亲听民革的朋友说 周颖 又搬家了 搬到民革中央 新建的宿舍楼 似是一厅 房子好 面积大 地段也好 就在东黄城跟大街 民革中央办公大楼的旁边 母亲叹道 干弩 没住上这好房子 我说 聂伯伯 会必肯搬去住 母亲吃惊地望着我 在经历许多死亡和背弃后 无父无母 无父无后的我 觉得自己 比聂干弩活着的时候 更加靠近了他 准确地说 是靠近了他的灵魂 魂兮飞扬 魄兮七指 他的魂魄 漂泊和索 不是星园里 也非八宝山 他坐卧和呼吸 在属于他自己 也属于我们大家的 文学篇章里 聂干弩一生 积淀了二十世纪后五十年 中华民族经历的 所有血泪与艰辛 但历史 毕竟提供了客观 时间 最终显示出公正 黑产章的 赚之前 贫代侠 感谢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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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